第五百九十集 吉林躲开了元老的手,不耐烦道 老头,你废话好多啊,我就要跟着叶尘 谁要跟着你这种臭老头 叶尘道,吉林,不得无礼 吉林白了一眼叶尘,想说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反驳,轻声道 行吧,那我就留在这里 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抓住了叶尘的衣角连忙道 哦,对了,叶尘,你除了小心那些宗门以外 还要小心姐姐的天兰宗 我之所以逃出来,完全是为了你 师父和几位长老,感觉到你对姐姐成长道路上的威胁 打算斩草除根 叶尘听到这句话倒也没有太意外 当初天兰宗的柯长老带走几丝青 对自己见死不救 他就看出了天兰宗的态度 他对天兰宗没有太多的好感 甚至从他对上古之事的了解 天兰宗如此煞费苦心的培养几丝青 极有可能和一年半后的那件事有关 恐怕几丝青现在就在寒假之地 不管如何,进入血灵秘境之后 若是见到几丝青,他一定要提醒对方 寒假之地,寒假 会议厅已经清场 诸多势力和强者都离开了 整个会议室只剩下寒道山和一位老者 老者将一块玉佩小心翼翼地递给寒道山 老爷,你要的信息都在里面 这叶尘身上有点问题 此次多年前是昆仑须出了名的废物 诸多宗门都不肯收他 他只能在一神门苟且 但是五年后,此次再次回到昆仑须 修为却是无比逆天 甚至有着跨越境界杀敌的实力啊 在净水先生开设的宗门天才之笔中 更是脱颖而出,力压群雄 还有,这小子的性格极其狂妄 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和净水先生设生死战 眼下距离这生死战没有太久了 不过,这小子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 我不曾知道 寒道山点点头没有说话 将玉佩握在手中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无数道信息 当信息一一掠过之时 他看向老者,继续问道 你可查到这元老带这小子去了何地 老者摇摇头 属下不知 应该是元老设立了某种阵法 想要察觉,很难呢 寒道山将手中的玉佩直接捏碎 化为一团坟墨 松开手冷笑一声 这小子的武器 我寒道山要定了 有了那武器 在面对血灵族的人 我们寒家也算有些筹码 还有 这一次 各大势力送上门的 进入血灵秘境的花名册 都要严格审查 绝对不能让这小子再混进来 是,老爷 老者刚想转身离开 突然脑海中想到了什么 脚步停下 转过身道 对了,老爷 这一次散修的保命名额 该怎么办呢 寒道山想了想便道 这一次 进入血灵秘境的人 必须持有苍穹榜上的 苍穹身份令 苍穹身份令 完全是按照排名来设 这个做不了假 绝不允许夜沉二字的人 混入其中 明白没有 属下明白 还不滚下去处理 是 几日后 血灵秘境散修报名点 除了各大势力保送的名额以外 还有一部分名额 是留给散修的 散修的名额 仅仅只有一百位 并且这一次要求极其严格 必须来自苍穹榜上 这直接筛选了一大批人 不少人蹲坐在角落里 唉声叹气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黑袍 戴着面具的青年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面具之上 有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 不伦不类 固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张扬 戴着面具 但是也没有这一位如此夸张 面具下 自然是叶晨 叶晨这几日也是了解到 有散修报名的机会 他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血灵秘境 眼下只能来碰碰运气 他看了一眼周围 皱了皱眉头 发现排队的人 并没有想象得多 就在这时 一道戏谑的声音 却是从身后响起 哟 包裹得这么严实 你是多怕被人认出啊 叶晨转过身 扫了一眼说话的人 发现是一个穿着青色衣服 手中拿着折扇的青年 青年身上充斥着高贵之色 身后更是跟着两个 气息不凡的下人 倒是有些威风 叶晨并不想惹事 这压舌帽和面具 并不是叶晨自己的 而是元老一定要送给他 据说压舌帽和面具 都有着一道极强的术法 这可以阻隔一些人的查看 哪怕是帝尊敬也没有资格 元老也是怕叶晨去闹事 所以特意为叶晨准备的 见叶晨丝毫不理会自己 折扇青年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是这一次参加的散修之一 固然是散修 他的背景可不比一些势力弱 他的师父是昆仑须一位 早就成名帝尊敬强者 一手折扇之术炉火纯青 他更是继承了师父的衣钵 手段通天 一般人想要撼动 根本没有资格 他在这里待了许久 就是想要寻找一些软柿子捏捏 这样他或许就有资格成为这批散修中的掌控者 一旦百人都被他号令 他逼人是笑到最后的存在 小子 我问你话呢 你难道听不懂 折扇青年脚步一踏 手中的折扇更是随意点出 单单这一点 却是射出了一道冰锥 冰锥刺入的方向 更是夜沉后背的一处重要穴位 一旦刺入 不死也废 夜沉冰冷的毛子一缩 他自然感受到了对方的杀意 刚想动手 一道黑影却是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五指张开 竟然将高速运转的冰锥握在手心 咔嚓一声 更是直接化为无数碎末 折扇青年见有人竟然还敢找死 刚想说话 那动手的黑影却是率先道 丘林 你师父不在 你就狂妄到这个地步 还敢对人下死手 你就不怕还没踏入血灵秘境 就把命丢了吗 夜沉听到声音转过头 便是发现一个魁梧的落腮胡青年 青年脖子上纹着一条纹身 身上充斥着一团火热质感 仿佛有火焰在身体中燃烧 折扇青年秋林 看清插手的落腮胡青年 眸子一沉冷哼道 周延 如果我没记错 我在苍穹榜上的排名 比你还高了不少 你如此态度 信不信我有办法杀你 周延哈哈大笑 你真以为自己算根葱 苍穹榜上排名高有什么用 你这排名怎么来的 估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吧 你对一个小辈出手 无非是沦为掌控他人的工具 但是你这个想法实在太幼稚了 这一次规则有变 任何人都要去那块苍穹副石 领取属于自己的苍穹身份令牌 比你排名高 亦或者比你强的大有人在 你真以为自己可以号令众人 做梦吧你 周延说完 更是拍了拍叶晨的肩膀道 小兄弟 你也是想要参加血灵秘境的散销吗 叶晨点点头 没有什么废话 这里的局势很复杂 他不想和太多人有关联 听说 这次血灵秘境的难度 可是大上了不少 虽然里面有天大的机缘 甚至有传说中的那位 经历上古大战的韩云前辈 但是这秘境中 能活着出来的可只有少数 如果没有护身的宝贝 那就危险了 现在你确定还要去 周延也是好心的 固然叶晨的身上的气息被遮蔽 但是隐约能感受出并不太强 强者同情弱者实属正常 而此刻 折扇青年秋林心中 却是恼怒万分 他在苍穹榜上排名825 这个名次在他这个年纪里 算是靠前的 但是只有他知道 这个名次有着巨大的水分 甚至可以说 完全是倚仗师傅帮忙 若要说真实水准 应该在苍穹榜900名开外 而突然出手的周延就不一般了 此人在苍穹榜上的排名 在834 完全是真实实力 若是动手 他比人不是对手 关键这周延竟然把这件事 直接拿出来说 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眼下 他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夜晨和周延 等进入血灵秘境之后 他自然有办法对两人出手 周延没有理会秋林的杀意 继续对夜晨攀谈道 对了小兄弟 你在苍穹榜上吗 夜晨皱了皱眉头回答道 不知道 当初他杀了向英杰 照理来说应该取代了才对 至于具体多少名 他就不知道了 不会太靠前 周延算是对夜晨有些无语了 他好心救了这小子一命 对方居然没有一点感谢的 打算 甚至一问三不知 他见夜晨遮蔽的如此严实 恐怕是拥有一些手段的昆仑须杀手 不方便暴露面容 说不定夜晨的技能能在里面照应几分 现在看来他的确想多了 这小子估计连苍穹榜的最后末尾也看不上 算了小兄弟 如果你没在苍穹榜上 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这次要求比较严 哪怕走后门也不可能 当然你如果来自大宗门直接保送 这话就当我没说 还有小心着丘林 这家伙看着不是什么好货色 说完周延便是向着一块黑色的石碑走去 石碑之上还有个手印 周延将右手放在手印上 更是驱动真气 刹那间整个石碑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一道金色的光芒更是从里面溢出 最后石碑之上更是显露了一行文字 苍穹榜 834散修 周延 金色文字骤然收缩 最后化为一块令牌 落在了周延的手上